中国与世界这个节目, 同你一起努力打开这道大门。 Hello,大家好,欢迎大家在自由亚洲电台 中国与世界的节目时段里面, 跟我们跟进一下最新的情况。 好了,今天的话题即是最新, 而且不单止香港或者大陆关注, 全世界都关注,是什麽呢? 美国新任总统拜登上了台, 跟着他组织的内阁, 其实大家已经知道成型了, 问题是说未是正式任命而已。 好了,现在这个形势有两点值得注意, 第一就是拜登刚刚宣誓, 跟着在这段时候, 他未来的内阁成员已经有很多声气, 很多事情讲了, 我们怎样看拜登的讲话, 以至在这段期间发生的很多事情, 很微妙的。 好了,第二个就是拜登未来的政策, 尤其是对中国大陆的政策, 两岸政策究竟是怎样呢? 这裡现在都没有人能够描绘出一个图画, 所以就这两点, 今天想专家跟大家分析一下。 大家可以认识到, 邵恩来, 他最大的特点是, 他在美国读书的, 而且是读国际政治的, 所以请他上来就最好讲这个话题了, 那时候他在三藩市州立大学, 现在当时的资料, 陷下今时的现实都对了, 所以不需要说太多, 首先请他讲一下, 拜登讲完的东西, 主要是讲美国国内, 但是也涉及到一些国际政治的部分, 整体你怎样看拜登的讲话? 首先我们看昨天的就职典礼, 其实他们的讲话, 当然最主要是讲美国人本身最关心的议题, 一个就是疫情, 如何去防控, 如何去解决疫情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 其实他是很着重讲很多人权平等的东西, 同时我们也看到一样很特别的东西, 其实这两天在美国国内, 就是比较烈烈的话题, 就是讲这个环保, 其实包括昨天, 其实拜登一到就职之后, 就立刻签了17份的行政命令, 其中有好几份都是与这个环保有关的, 可能我们作为香港人未必那么留意, 其实包括有重新加入巴黎的议定, 与此同时, 其实对于美国人里面最关心的就是, 加拿大和美国的天然气管道就是要取消, 以及禁止在北极去开采石油, 其实这些等等的, 美国人其实对于这些问题比较关心, 当然其实不可或缺的就是中国, 或者是一个外交的问题, 因为其实在过去四年, 在特朗普的政权底下的政府, 他们就其实某程度上是变成一种, 其实我们可以说叫做, 美国自我孤立的一个外交政策, 就是不断退出或者疏远一些国际组织, 想着自己看回自己的美国本位去处理这个世界的外交事务, 现在你看到拜登对中国和国际上, 有没有什么迹象你看到呢? 其实首先我们留意到, 刚才我提到, 重新加入巴勒协定, 另外就是重新加入世界卫生组织, 以及他其实在昨天的讲话里面, 很强调就是国际之间的合作, 如何去迎对一个挑战, 其实这个挑战主要就是中国和俄罗斯, 其实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关心其实美国新的政府会不会延续, 这个之前特朗普政府的一个强硬的外交政策, 对于这个中国和关注这个香港事务, 其实我们一直以来去看美国政治, 其实我们都会去到留意到一件事, 其实在外交这个层面, 不同于国内其他问题的政策的范畴, 在外交层面, 基本上他能够去到执行的时候, 都是一个朝野的共识, 就是共和党和民众的共识, 而这个共识其实是很清楚的, 其实我们看到, 美国之前讲的关于香港的议题, 比如这个香港自由及民权的法案, 其实根本上都不用放在大会, 国会那里去讨论, 其实大家都已经同意这个法案去区合, 那时候三天就通过了, 那一天是星期日来的, 是的, 是的, 其实我们看到, 我们讲的英派, 或者是强硬去到应对他们所谓的中国威胁, 其实某程度上已经是国内的共识, 当然这个共识是来自哪里, 其实不单止是政治层面, 其实人民里面, 其实在美国人的生活上, 其实他们一直以来都会关心几样东西, 当然他们就是说这个人权自由, 或者说这些可能大城市, 一些知识分子比较关心, 但是对于普罗大众来说, 其实一直以来他们对于中国的形象差, 就是因为一直以来在一个市场上面, 有很多的中国货品, 他们以低价傾销在美国国内, 令到他们本身的营商环境, 或者他们的失业率, 都归咎于这个问题, 有影响的, 是的, 有影响, 与此同时, 在整个国际层面上面, 我们看到就是, 其实中国和美国的贸易不平等, 是在于什么? 就是美国的公司不能够入中国做生意, 我们看不到有Facebook, 或者电讯公司, 美国电讯公司的独资, 在中国大陆做生意, 但是回到后, 我们在美国就会看到, 很多微信, 阿里巴巴, 小米, 华为, 这些就是用低价来调少在美国的市场上, 其实大家会觉得很不平淡, 这是作为一个问题, 是的, 正因为这样的时候, 拜登虽然在他的讲话里面, 没有什么直接讲到的对华政策, 但是他的未来内阁, 其实很多人说了很多东西, 很具有的, 包括香港, 其中一个国务卿的人选, 布林肯, 他直接讲到明, 就是说, 香港现在有很多人想办法要离开, 如果是逃亡的, 美国那方面是要帮忙, 讲到明的了, 跟着呢, 就是在香港的人权问题上面, 就要跟新疆人的问题同样的级数处理, 跟着呢, 又是未来的财长人选, 耶伦就说, 真是中国已经是一个很大的竞争对手, 所以一定要用尽一切的方法去捐过, 其中呢, 就是在特朗普未下台之前, 中国有一个企业的小米, 就上了一个制裁名单, 这个预视着, 可能未来更加大的, 重要的, 民企, 现在他过去什么, 中国通讯那些, 国企等等, 现在, 拜登虽然在他的讲话里面, 没有直接讲很多对华政策, 但是你见他下面的人讲这么多具体的, 你怎样看美国对香港的策略, 和对大陆, 他都是同一个体系, 但是处理方法有不同的, 你怎样看他们未来这两方面的动向呢? 其实, 因为现在就是民主党的掌权, 其实民主党对于人权, 或者一些道义, 道德上的议题, 其实他们是比较, 传统来说, 比共和党是着重的, 因为本身, 学习自己的选民要求这些东西, 所以我们可见未来四年, 在民主党的政府下, 其实他们在讲新疆问题, 讲香港的问题, 讲内地维权的问题, 其实必然地在将来的一些国际的外交层面上面, 不断去摆上这个意识人情, 而同时, 其实我们看到, 现在讲的参与院有听证会, 要看看那些, 要问那些将会做政府高层的, 例如布南肯, 国务卿, 或者是裁长, 究竟他们的看法是怎样? 其实他们在言谈之间, 都已经透露了, 其实强硬的路线是不会改变的, 但是他们用的方法, 可能会用尽自己的政策范畴里面的做法, 其实我们在过去这两三年, 其实看到美国外交政策的转向, 就是比较强硬一点, 但是这个强硬一点的时候, 其实我们都讲的是一些比较表面的东西, 就算我们讲的是制裁一些和解放军有关的国企, 其实新校的日期都是一年之后, 今年2021年的11月之后才会发生的, 是否想起一种警察的, 你自己去改变你现在的政策, 他的策略, 你就要去观察他究竟是想怎样? 其实我们看到, 特朗普政府其实很多是说的, 当然有些实际是做过制裁, 但是制裁其实影响层面是比较少的, 其实你说制裁那个影响, 可能那个影响来不了美国, 去不了美国的公司做生意, 但是我们要看的是, 这个强硬的外交政策, 未来这四年会不会慢慢变成一个, 一个美国的政策的大方向? 比如说, 其实美国是控制着整个金融的秩序, 会不会在这方面入手呢? 去打击中国的经济呢? 其实本身中国的经济已经一样了, 现在他到处里滑船了, 是的, 但是其实如果我们看到耶伦, 去到这样提及, 其实他会在财经的范畴, 去到动手的时候, 其实我们都会去到长远去看看, 他们会不会是, 实际上有些行动, 可能是有些金融上的行动, 其实是美国去到进行一个金融战的时候, 其实他是相当相当之有力, 其实他可能简单地去到, 去到限制一个, 就是看这个力度去到哪里, 限制这个兑换人民币, 甚至乎去到应对这个, 对付这个港币或者处理, 其实他可能有些说法, 就是说会不会有机会, 他的制裁名单, 其实制裁一间公司就可以, 制裁香港的按揭证券公司, 其实就已经是, 对香港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 这些是杀招例, 他绝对有能力这样做, 你刚才提到布林肯, 他说了香港的人权, 或者他要帮助香港的逃离, 香港的人士, 甚至是逃亡, 就你的观察, 你在美国那时候读书, 也有很多这类, 不是涉及香港, 那美国可以做到什么呢? 例如你说协助, 难道协助那些人偷渡? 不是的, 还是说他们去到, 然后给他们足够的生活条件, 或者有些人在香港, 他们未必是走的, 但是很可能他们的安全, 或者他们的表达自由等等, 都可能是保护的范畴之一, 你估计美国的行动范围会是怎样呢? 我想几个层面, 一个层面就是, 有一些人可能投亡过去美国的时候, 可能寻求政治庇护的时候, 可以有一个特定的类别, 就是香港的流亡人士, 因为现在美国的政治庇护, 是有几种的, 一种就是, 就是大围的, 就着自己个案的申请, 另一种就是, 就着个别被打压不严重的, 甚至乎很多年前, 可能在说骆旺达, 种族灭绝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子, 就是专业在那里来的人, 我们就有一个名额给他们, 有名额, 可以大可以少, 可以大可以少, 是的, 但是这样就会容易一些, 去到尋求到政治庇护, 就是你去到, 去到他能够, 就是美国政府来说, 我保护你的, 其实都已经是很不同的, 当然另外就是, 他们逃亡了过去的时候, 会不会有一些, 有一些的帮助呢? 其实很多时候, 其实我们以前, 看其他国家的, 逃亡去美国的人, 其实本身都是一些知识分子, 其实很多时候就是, 就是他逃亡了过去的时候, 会不会是安排到, 可以在美国去到工作, 或者是, 他们有些教席, 在大学上教书, 在京生就是这样, 陈光诚就是这样, 是的, 因为那边有一批学者, 是平时长期接触的, 你去他的大学, 或者他们是再转介都有的, 是的, 除了这些之外, 过去, 在六四之后, 有一批知识分子出去了, 展转在美国, 英国, 澳洲等, 后来去了美国, 在法国, 就成立了民主中国阵线, 民阵, 和香港的民阵不同, 后来就是以美国做发展, 你看现在, 香港这方面的那些人士, 又会不会沿着这个路向发展呢? 其实现在, 在国际社会上, 已经慢慢承认了, 去接收香港人, 其实我们看到, 我们经常说五眼联民, 五个比较发达的国家, 其实我觉得他们慢慢有些分工, 就是什么类别的人, 你就去那个地方, 我们就给一个身份, 去到那个国家, 那个西方国家给一个身份, 去保护他们, 让他们能够逃离现在香港, 其实当然, 现在这个政策上大家, 因为其实一个民主的国家, 讲政策不同于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说了, 就可以明天做了, 但民主的国家不行, 要过国会, 要过很多的关卡, 就你的观察, 五眼联盟是怎样分工呢? 你才提到一个很好的问题, 就你的观察, 他们大致上是怎样分工呢? 其实, 首先, 其实我们看到, 英国是比较明显的, 其实很明显, 他们是想接收一些, 有香港BNO的香港人, 你可以用移民的方法, 或者用其他方法, 你可以过去, 他们就会去到, 起码让你在那里工作, 让你在那里工作, 让你在那里读书, 而同时, 可能去到美国, 就会比较一些知识分子, 如果在加拿大的, 即是可能有些亲属, 其实已经在加拿大是国民, 跟着是一个亲属的关系, 才有机会去接收他们, 以前不行的, 以前你要扮认移民, 当然, 你若是在加拿大, 若是投资移民, 若是跟那里的国民去到结婚, 这样才可以做国民, 其实未来我们相信, 其实不同的国家, 都会有这个政策的改变, 而同时, 我提到的就是澳洲, 澳洲其实现在很明显, 就是想吸纳一些年轻正在读书的人, 去那里读书, 跟着可以在那里读完书之后, 我有些工作可以去接济, 或者去收纳他们, 我这里讲得很重要, 你提出这个点, 因为过去澳洲有很西方的地方, 你去到读书, 要走的, 读完就要走的, 其实澳洲这个做法又不是, 你读完, 有很大机会你留在那里, 你找到正式工作, 那就可以了, 正因为这样, 你刚才又提到一件事, 大家很关心的, 就是BNO, 一个BNO说出来, 英国自己的, 大家都明白, 它是吸纳香港一些, 尤其是中产, 过去到一个相对稳定的保护环境, 但是现在, 特区政府又不见了, 我要惩治你这些人, 你怎样看, 现在港府说了那些, 你这样就没有了, 中国, 或者香港回来的, 投票权也没有了, 你怎样看, 现在这些所谓反制措施, 有没有用的呢, 他们, 其实, 你打算用BNO, 拿签证过去英国的, 港股, 那种制约, 人的背景,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一些比较中产多一点, 其实他们就不是, 绝对不是抗争者来的, 很多都不是, 很多都不是一个抗争者, 他们其实主要是, 中产的家庭, 他们担心在香港, 继续去到, 去到生活的时候, 可能他的财产, 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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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其实对香港的前途是没有信心, 是, 他们就去, 尝试去到, 去到找一个, 一个保险, 或者找一个避风港, 就是我拿了, 拿了, 我去英国, 去到, 拿了一个BNO签证, 我在那里居住的, 那万一, 香港发生什么事, 我可以车一下过去, 其实他们是, 这帮中产家庭是, 说着想有一个保险, 但是如果, 如果, 就是中国政府真的, 你拿了BNO Visa, BNO签证, 你就不能够再是, 香港有居留权, 现在讲到这样的, 那就有机会, 就是将这帮中产, 最, 对香港经济贡献最大的, 一帮香港人, 就, 推了过去英国, 送了人, 送了这些, 生金蛋的毛鸡给英国, 你不让他在香港的时候, 其实绝对有能力在英国, 其实很多的专业人士, 有些律师医生, 其实香港的制度, 跟英国完全一样, 建制的英国人, 是的, 北京不要听这些糞便, 是的, 在这次, 拜登就职的过程里面, 有些微細的动作, 又要请教赵恩来, 因为, 为什么呢? 这次, 台湾在美国的代表, 萧美琴, 那个身份有点不同, 是, 这次正式邀请, 有正式的一个嘉宾, 以前是用一个间接的邀请, 即是由美国的国会议员, 他就给一个入场券, 邀请他的朋友进去, 是的, 今次这个实际上又提升了, 你觉得拜登, 在这个时候, 这个政策, 这个行动, 说明什么呢? 其实, 很明显地, 其实是一个政治的姿态, 怎么这么说呢? 其实一直以来, 在港澳台, 其实也会有很多人, 不相信拜登会延续这个强硬的路线, 甚至乎有些说法, 其实他是比较亲重一点点, 他会不会被, 甚至有些阴谋论, 说他已经被中国收买了, 选了去, 是不行的, 其实有很多种种, 这些这样的留言在这里, 其实他这样邀请, 一个台湾的代表, 去他的就职点, 其实绝对是一个政治姿态, 去告诉大家, 其实, 我是会对中国是一个强硬的路线, 我是会延续的, 而过去这么多年, 就算特朗普四年之前, 去到就职的时候, 台湾的代表都没有被邀请, 这当然是一个政治姿态, 而同时也带出一个很强大的讯息, 就是说, 其实我和台湾的关系, 会和以前完全不同, 可能以后还会提升, 是的, 很大机会会提升, 是的, 如果是这样来说, 其实要看一些现象摆在一起, 又要警告,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 看一些微細的事情, 他们在那边生活过等等, 有不同, 好了, 除了这个, 小微琴的邀请规格提高之外, 不过最近, 特朗普仍然在任的时候, 曾经就说, 美国驻联合国的大使, 就会去台湾访问, 结果, 后来就没有了, 后来说取消, 由于视像会议, 这个情况不是第一次的, 在美国的环保部的部长, 扎尔就去了台湾正式访问, 接着就是有一个的, 刚才去的那个是卫生部部长, 扎尔, 接着到环保局的局长, 说再去的时候, 后来又取消了, 变成今次这个,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 那个行程取消是第二次的, 那你觉得, 为什么, 有些又去, 有些又取消, 到蓬佩奥下台之前, 他们说, 取消了美台之间, 过去交往的限制, 全开了, 接着就有很多官员, 又和台湾的官员, 现在可以曝光, 突然间有些又行前, 有些又退后, 你觉得美国, 或者拜登现在的政策是怎样呢, 对两岸, 其实, 反过来, 就是拜登的, 或者美国的政策, 美国的政策, 其实是想和台湾去试水温, 去增加那个交往, 但是与此同时, 其实这里是有一个势力的牵扯, 就是中国大陆, 其实都会有很强烈的反应, 其实对于美国的官员去到台湾, 其实某程度上是一个姿态来的, 老实说, 退了两天, 其实谈到什么, 其实谈不到什么, 但是就会刺激到中国大陆的神经, 其实一直以来, 你问我, 我会觉得最不想美国挑动这个大陆的情绪, 那是台湾, 因为其实台湾夹在美国和中国中间的时候, 但是万一拆枪走火的时候, 第一个央级的词语就是台湾, 其实台湾就很担, 我相信台湾就很担心一件事, 就是和美国, 当然他们想和美国去加强一个交往, 去帮助台湾重新回到国际的舞台, 因为其实自从70年代中美建交之后, 其实台湾慢慢被这个国际的外交去孤立了, 但是他想重新登上这个外交舞台的同时, 但是他又担心万一真的中国大陆, 现在每一天都有很多的军机去越过那条线, 去到台湾去到中介线, 去到尝试挑衅的时候, 其实每一天都会发生, 其实台湾人或者台湾政府很担心, 这个挑衅有朝一日是会成为一个道货线, 而且是很浪费的, 是的,每飞一次, 大陆那些战机, 它当是由飞机河, 台湾那些升空, 接着他们自己有个大约的数字, 每一天就发100万港币, 上一上去就说不知多少间, 因为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大陆的军机越过一条线, 是不是真的去攻击它, 有机会是这样的, 但是当美国的官员来到台湾的时候, 这些活动一定会更加频繁, 其实台湾很贪心自己会被波及或者出事, 来影响到中国和台湾的势力平衡, 而事实上, 其实现在的中国和台湾的, 北京和台湾的合作, 不是这样的合作, 叫做交往, 其实比以前是僵了很多, 其实是说现在在香港, 香港的驻港台, 香港和台湾, 是, 要求一些台湾驻港的人员, 要承认一个中国等等的协议, 这样的承诺书, 其实这个关系和以前已经金飞飞飞, 即是说台湾, 其实你真的在台湾, 已经没有什么人会主动说现在去做生意, 可以和中国大陆做生意, 但是回来, 因为台湾和, 因为中国和中美之间的一个贸易战, 其实某程度上, 台湾的经济是得到一个愚人之利的, 譬如你说美国要制裁, 不让中国的晶片入口美国的时候, 第一件事, 这些晶片都是要用的, 那就是向台湾买, 其实我们看到最近这几个月, 其实台湾的一些股市, 经济正正在贸易战中间, 是令到他们的经济突然好很多, 尤其是在晶片, 或者一些高新科技的产业, 所以其实大家要讲平衡, 从这里, 还有小时间又要请教赵文来, 就是怎样呢? 忽然间无厘头, 大陆那里又通过了另外一个, 和国际政治无关, 是大陆的医护人员, 那里面医护人员, 大家都很有爱心, 尽忠职守, 你看吹哨人李文亮, 到最后是无端端屈死的, 大家都知道, 医护人员是很值得尊敬的, 谁知道突然间, 大陆那里通过了一个, 就是医护人员, 白纸黑纸写到明, 你要按政府的要求来行动, 那条文我不详细讲了, 就是精神是这样, 他忽然间整个这样的东西出来, 大家就拔头了, 医护人员在做, 你为什么要写到明呢? 那他背后有什么考虑呢? 因为这里可能涉及到两岸关系了, 因为这里当然有个说法, 会不会其实中国大陆在准备打仗, 当然他说台海的问题, 还是跟印度之间的问题, 或者其他地方, 其实中国有很多这些外交, 或者边境的问题, 但是, 回来回来, 其实我们去看这个动员法, 其实某程度上, 他又不希望一些, 譬如如今次疫症, 或者一些天灾的时候, 其实有一帮医护人员, 其实他们真的很有心, 他们可能会自己情应, 去做义工, 去到某些地方做救援, 或者救灾, 但是这一件事, 就会令到, 你不在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下, 就会令到那里的疫情, 或者那里的灾难的真相, 会不会透过这帮医务人员, 去流出去, 影响到他们的管治呢? 这些就是北京眼里面的, 危害国家安全。 是的, 刚才提到, 其实抗美援朝那时候, 很多所谓志愿军, 有些是官方组织, 有些真的被动员, 他们没有战争经验, 有些就去到, 临时不断所谓训练一下, 就做了医护人员, 结果有些在那里, 无端端做了战夫, 很惨的, 后来他们有机会回来写回忆录, 跟着就等于赵恩来之后所说的, 关键是他们怎样执行, 如果他说, 发生到战事, 大家例事了, 大家都不想的, 发生到那个时候, 你的医护人员怎样做, 或者现在发生天灾人禍, 那些医护人员, 又看到你这么多官僚主义, 到最后可能是, 会踢爆你的, 甚至上有些人觉得, 其实我真的很恨你现在的政策, 是这些政策造成这么大的疫情, 你现在我们去抢救, 这一个来说是会有反弹的, 所以现在用这样的情况, 这么大的条例, 押下来, 就让你们这些医护人员, 不要造反, 如果是这样来说, 好了, 一个总的问题请假, 在现在中美未来的架局, 拜登可能还未有些招数出来, 我想大陆已经预计了, 包括香港问题等等, 就是大陆, 你看到他在经济, 包括医疗, 包括企业的控制等等来说, 他又做定了防内乱, 变成在大陆角度有内忧外患, 那你觉得, 他这个所谓内忧外患, 是不是真的这么紧要, 那他有没有能力去应付, 还是他自己自制问题, 来到他自己和自己的影子打架, 究竟是怎样呢? 首先, 拜登和特朗普很不同, 拜登是我未出生的时候, 已经在做参议员, 在说从政的经验很丰富, 好听些, 难听些的是, 其实是一个老正骨, 其实他是知道这个游戏, 怎样去还, 怎样去利用手段, 去达到国家的利益, 其实对于中国来说, 其实是一个更加难去对付的一个对手, 而同时, 其实在外交政策的层面, 其实我们不是说总统是谁, 在美国是一个民主的国家, 他是不能一个人作主的, 他在说下面有无数那么多的国家安全顾问, 有无数那么多的外交顾问, 去到大家去讨论, 去到谈出来, 其实现在的外交政策, 其实无论谁做总统都好, 其实他是不会怎样去改变, 但是在中国大陆, 其实现在慢慢的经济不是那么好, 也都有疫情, 令到全世界去到围堵他, 其实在可见的将来, 其实可能我们看到的情况, 其实都不是很安排你去出牌, 其实我们真的不知道, 明天会发生什么事, 尤其是在中国这个人治的政府之下, 其实我们不知道, 其实大家去到被人逼到长角, 被国际社会逼到长角的时候, 会怎样去到回应, 会不会出现一些拆枪走货的情况, 而同时, 其实拜登上台了之后, 其实很明显地和特朗普很不同, 就是会联合其他西方国家, 一起去到围堵中国大陆, 其实这一件事对中国大陆来说, 更加更加不利, 这个更加值得观察, 因为特朗普他们是美国优先, 得罪很多西方盟友, 现在拜登就联合整个西方阵营, 来和中国过招, 所以未来怎样发展呢? 真的要继续关注, 我会继续捉这些年轻人, 给大家多一些, 大家看到是很有条理的, 还有很多很实际很细致的东西, 这些年轻人值得大家支持, 所以今天很多谢大家, 在《自由亚洲电台中国与世界》的节目里面, 不是我, 是赵恩来, 三藩市州立大学, 在那里读政治, 国际政治, 所以有些东西真是到 point, 很多谢他,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拜拜